这是鳄鱼大战黑曼巴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没想到昔日最毒辣的黑曼巴竟被鳄鱼直接甩成了一根拉面 那么鳄鱼会不会中毒身亡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刚刚 在水中埋伏三天的鳄鱼老六竟没有一只猎物主动送上门 于是鸡肠鹿鹿的鳄鱼就决定爬上岸主动寻找猎物 此刻的它正沿着河滩巡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或许会在半路遇见哪个不怕死的 可是巡查一番后只发现岸边有一只骨兽如柴的大白鸟 然而鳄鱼对其根本不屑一顾 可是就在鳄鱼继续前行之时 远处突然有一条数米长的黑曼巴静直爬向水中 这难不成是黑曼巴想要与鳄鱼争夺领地不可 殊不知它的这一做死行为正好被鳄鱼碰了个正脚 正愁三天没开魂的鳄鱼立即就向黑曼巴这边冲来 见到鳄鱼冲来的黑曼巴也是非常害怕 可是根本来不及逃跑 而当鳄鱼冲前来才发现是一条剧毒黑曼巴 剑撞得它立马急刹车 只是用尾巴轻轻吓唬了一下黑曼巴 可见得黑曼巴的威慑力还是很强的 抓住机会的黑曼巴赶忙钻进水里逃跑 但是鳄鱼哪肯放纵由它在自己的领地任意横行霸道 就在黑曼巴刚水里游了个涌上暗晒太阳之际 鳄鱼开始再次行动了 这次的它鼓足勇气就爬上岸追捕黑曼巴 此刻正在沙滩晒太阳的黑曼巴丝毫未察觉到危险的到来 鳄鱼扑过去一口就咬中了它的七寸 鳄鱼疯狂地甩着脑袋 体型巨长的黑曼巴就如同一根细长的蛇肉拉面一样 很快就被鳄鱼撕成了两截 可庆幸的是 黑曼巴的脑袋竟被一只飞来的白头鹰抢先得到 为了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味 鳄鱼赶紧叼起黑曼巴那大半个身子就往水里游去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条黑曼巴死得非常惨 那么你说 要是鳄鱼吃了黑曼巴脑袋的话 会不会中毒身亡呢